議員關注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在任內買過千枝酒 有淚會不會掀起飲酒文化 現任廉政專員白韻錄表示 自己過去的籌作用酒不多 也沒有用過裂酒 廉署政計劃暫時停止買酒 上任之後 我不察覺我們廉署的同事 有所謂飲酒文化 因為這個審計處的報告 和這個帳位會的聆訊 我們先找一些記錄 我才知道原來過去一段時間 有買這麼多酒 我和同事在討論 預備暫時禁止買酒 如果需要用餐酒籌作用途 就在我們存貨裏提取 就需要我個人批准 包括數量等各方面 至於裂酒方面 我現時的想法 就是等這個聆訊完畢 調查完畢後 我預備交給政府物流署作拍賣用途 對於廉署最初向立法會提交的 湯顯明送禮清單 沒有包括餅食 和部分外訪送禮開支 有議員批評 廉署的說法前後矛盾 白韻維解釋 是有傳媒體出質疑後 才重新計算 最初白專員 就說他不知道木女士是有參與 決定原來曲奇餅是不當禮物的 但5月27日他又改了他的說法 就說是 木女士和歐陽太有參與 我想給白專員機會說 為何會有這樣的前後矛盾 和湯顯明任內送禮 為何由22萬增加到後來的72萬4千呢 為何你在這個審計處報告 對不起Alan 我要講清楚 這個報告裏面 你當時沒有去審計處 你同意了去 但是你要去放這些資料下去呢 我們就不需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或者不是浪費 或者我們要這麼多時間才找出這麼多資料出來呢 送給官員的禮物裏面 比對之下我們是有些少錯漏的 包括了 阿湯先生去巴黎一次的會議裏面 是有一些禮物是沒有寄在裏面的 除此以外 主要的就是他送的餅 餅食 廉署社區關係處處長穆斐文又表示 以為清單只需要列出可以留為紀念的禮品 所以剔除餅食 盛應做法並不理想 因此廉署已經致歉 香港文字記者李永宇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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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